近期习近平与李克强的矛盾被指公开化 习近平日前视察洪水退去的安徽省 李克强随后直奔正在淹水的重庆市 又是一腿泥水 而李克强这次考察 只有国务院系统的党媒报道 但中共主要的喉舌如新华社 人民日报都没有半句消息 甚至连微博也对此逼而不谈 另外皆认为李克强目前正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 在中共大稿节约运动之时 大陆类似无食物吃播的视频在网路爆红 在评价吃播主的演技高超的同时 网友还表示 看这类视频想到了国王的新衣和一张白纸 7月以来大连市遭疫情第二次的冲击 中共当局却继续封锁疫情真相 令民众人形惶惶 而大纪元获得的大连市内部文件揭示出 被当局掩盖的不仅仅是疫情 大连市的经济状况也同样被中共瞒报 真实情况比官方通报的数据要糟糕得多 法轮功反迫害21周年 香港法轮功学员始终无据国安法 遍地开花讲真相 不过21日上午10点多 在香港望角的真相点 多媒看板及横幅遭人破坏后逃逸 甚至还把天要灭中共横幅上的中共两字涂黑 现场学员报警后引发媒体关注 新闻到台电视真理报道